国会重开了 那紧急状态在今年初颁布之后 国会停摆了超过半年 在元首多次劝狱之下 政府终于同意在今天开始召开五天的特别会议 而这五天的国会特别会议特别之处就在于 只允许议员聆听部长的汇报 但不开放投票表决 所有有关紧急状态下的条例都不准辩论 那当然这么特别的这个开会方式 自然就引起了在野党的不满 在议长阿兹哈他接连驳回了反对党 所有有关要求国会辩论紧急条例 以及新冠疫情相关的课题之后 一如过往的 朝野之间的谩骂声 在议会厅里是此起彼落 让人误以为好像去到了巴萨玛 吵吵吵吵吵了很久的国会终于重开了 但开了之后没有意外 外逼们依旧吵得没完没了 今天国会打头阵带头吵的 是行动党国会员兰卡巴星 因为议长阿兹哈不允许国会辩论紧急状态和紧急条例 他就对抢议长 只会听从国盟政府 因此不配当议长 要他辞职下台 兰卡巴星吵完之后 还有一众议员接力继续吵 朝道后来议长阿兹哈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 关麦关到手软之后 是气到直接怒吼 要反对党的外逼们 也认为所有人都说了 有你讲没我讲 狂被反对党议员寻起打岔的议长阿兹哈 最后怒吼一声 我不同意你所说的一切 而就在议会厅朝道翻 议长阿兹哈一个打十个 应对反对党质问的同时 国盟政府里头终于有人起身 出来说话了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 此时突然抛出了重要宣布指出 内阁在上次的会议已经一决 从7月21号开始 废除紧急状态期间所颁布的 所有紧急条例 请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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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废除紧急状态的所有紧急条例 所以现在国会自然就没有辩论 紧急条例的必要了 然而这么突如其然的宣布 让反对党议员都听懵了 这紧急条例竟然已经废除 是什么时候废除的 谁决定废除 说废除就废除 那废除了一个礼拜 竟然现在才宣布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 是齐身炮轰政府很儿戏 这是把国会当作巴萨马拉姆了吗 阿新闻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都和一众反对党议员一样 在怀然大悟说 我国在紧急状态下 颁布的所有紧急条例 原来在无声无息之中 上个星期就已经撤除了 不过问题是 上个星期的7月21号 内阁已经一决撤除 但是为什么现在政府才做出宣布呢 通讯部长塞福丁阿都拉 叫后告诉媒体 内阁一决撤除紧急状态的紧急条例之后 已经把有关的议决告知国家元首 那如果有关的条文还没有被撤除 就必须在国会投票表决 但是有鉴于 有关的紧急条例已经被撤除了 因此现在就没有在国会下议院 进行投票表决的必要了